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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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實在有太多網友反映 他們真的很喜歡看 現在坊間很多的定量放題 因為你抵食之餘 又多款式鹼 雖然我們這一期 吃定量放題的次數 已經吃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但是為了這麼多網友的福祉 我們今天來試吃一間定量放題 是位於葵方新都會的一鍋糖 為了等大家真的去吃之前 可以看到裡面究竟是有什麼吃 以及究竟是否值得吃呢 我們這次又來以身試吃 希望大家可以不用重複 GO! 在我們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如果喜歡我們的介紹的話 記得按LIKE、COMMENT和SHARE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可以FOLLOW我們的IG 好,我們馬上開始 進去之前 我們巡禮也要先看看它的餐牌 這裡的套餐比較簡單 分別是一個60分鐘的午市定量火鍋 和100分鐘的午市火鍋放題 這個100分鐘的放題分了三個餐 A餐可以任吃豬牛羊這三款 小童長者$108 正價成人$138 B餐多幾本的選擇 C餐最多了 還有和牛的選擇 小童長者$148 正價$228 順重要求 大家都最喜歡看一些抵食的優惠 我們一行三人來到 當然要試試這個60分鐘的午市定量火鍋 又來實測一下 60分鐘夠不夠時間吃 又可以吃到多少呢 我們分別點了 B餐 麻辣拌雞柳配真係鮮雞件 C餐 西班牙縮字豬肉配西班牙橄欖豬肉 D餐 盡口牛板件配特選封門柳 嘩 這麼多這些名字 一會來都不知道哪件打哪件 我們埋位之後 當然要先看看外面有什麼食 都有很多熟食選擇 分別有椒鹽蝦 茄子 麻辣老豆腐 咖哩 魚蛋 蘿蔔 豬皮 向辣餐肉炒飯 火鍋配料的種類不算很多 都是一些芝士腸 貢丸 黑木耳 芝心 獅子酒 芫荽 燒賣 芝心丸等等 蔬菜方面就有一碗碗已經放在這裡 每次來就拿一碗 就不用夾得那麼麻煩 這裡還有一些前菜的小食 好像四季豆 麻油菠菜 韓式涼拌豆芽 涼拌泡菜 粟米粒等等 還有麻辣鳳爪 爽脆蘿蔔 麻辣半手拉麵 飲品方面都有很多選擇 台灣火鍋放題必備的冷泡茶 多款罐裝 紙包 汽水飲品 甜品方面還有蘋果味雪糕 這裡還有咖啡機和熱茶 還有這個很特別的拌起冰冰粉 待會再試吃給大家看 當然不少的就是我最喜歡的火鍋醬料 我們回到位置之後 我們分別叫了這個胡椒豬肚湯 養生若善湯 還有一鍋朝散湯 看上去三個火鍋湯底都很足料 不過我想特別提提 是它60分鐘的定量放題 才是一人一鍋的 反而100分鐘的放題 是要幾個人是share一鍋的 大家在選之前就要留意 再來就是我們的主食 麻辣拌雞柳 配真是鮮雞煙 西班牙豬和橄欖豬 進口牛板鹽和特選蜂梅柳 不知道大家有分不分別到呢 其實真的有點難度 真的不應該同一時間 將兩款牛肉放到湯底裡 之後拿起來的時候 我已經認得它們了 他們兩款牛肉都是入口即溶 還有點完這個沙茶醬 真的很滑 然後豬肉方面咬下去 都是爽口彈牙的 加上芫荽食就最香口了 雞肉方面就比較普通 吸洗湯汁的味道就很好吃 但是我個人覺得 三個湯底最出色的 都是這個胡椒豬肚湯 只吃這三款肉哪夠飽 當然要配搭一些火鍋配料 我們分別都拿了一兩件來試吃 這粒蔥貢丸真是出色 不要看它表面平平無奇 咬下去中間的蔥油擠出來 真是不得了 這款貢丸我第一次吃 可以Encore再Encore 芝心丸都可以滿足到我想吃芝士的慾望 但是這粒芝士芝士的芝士味 真的很芝士啊 不錯不錯 熟食方面我們每樣都拿了一點 這個港式的咖喱 蘿蔔 魚蛋 豬皮 都很入味 我最喜歡吃的都是它的蘿蔔 煎完蝦方面好像乾了一點 所以吃了兩隻都已經夠皮 這件茄子好油膩啊 吃一件都超標 我們把前菜的次序放到最後 用來幫我們清一清口腔 才繼續我們的甜品 蘋果味雪糕加椰果 吃下去感覺就比較像沙冰 還有這個拌起冰冰粉 它就是類似一些涼粉的物體 但是完全沒有味道 就要靠你加一些糖和山楂餅去調味 吃完這麼豐富的一餐 就可以幫你清清腸胃 它的名字還要叫 撈起撈起風山水起 那當然要來多一碗 飲品方面我們也是拿了一些茶飲 清清的不用太甜 賣單3個人312元 平均每人104元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觀眾都反映 60分鐘哪夠時間吃啊 如果不夠時間的話 大家可以選擇一些 100分鐘的套餐 價格雖然是貴了一點 那你就要看你來吃的時候 是月頭 還是糧尾 好啦 到最後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不喜歡我們這次的介紹呢 有興趣的觀眾 不妨在以下留言 好啦 不再說那麼多了 還是那句 喜歡我們影片的觀眾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subscribe 記得按一下小鈴 有新片就可以搶先看 如果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可以follow我們的IG 拜拜